其實癌症跟心臟疾病 都是相當致命的疾病 但是他們最大的差別是 癌症你一旦發生了 你有時間去想你的策略 他不會說我現在一發 我跟你診斷癌症 你不趕快去處理 就會有什麼大問題 你甚至在醫學文獻裡面 一個月內做處理都還來得及 但是心臟就不一樣 他一旦發生的時候 尤其是很急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有時間反應 舉例我在當住院醫師的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三十幾歲的一個年輕人 然後他開完痔瘡 然後還在跟我聊天說 這個想開痔瘡沒有像一般 想到不舒服 講到一半我才一轉身 他突然聽到 蹦一聲他要躺在地上 那我們就開始急救 吸血壓這些等等 三十多歲而已 三十二三歲 那時候就開始急救 急救後來再怎麼樣都拉不回來 後來當然就很不幸是過世 可是說真的 不要說醫護人員沒辦法接受 家屬當然更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就有去做一個 解剖的這個狀況 那家屬也同意 結果發現原來他有 他不知道 那在回顧以前呢 才知道說 其實他動不動 有時候會跟家人說他 就是 但是他也沒有特別講 但是這個比較吊詭 就是說一般我們要開刀之前 我們都會幫病人做一些 心臟的一些很基本的檢查 可是也是沒有發現出來 對 所以在我行李生涯裡面 會造成印象怎樣 可是現在網路很發達 那天還傳一個影片是一個女的嘛 然後他講一講 活生看到 對 反白眼之後倒下來 他訪問一個人那個講 他就 就倒下去 對 直立的就倒了 那個人也沒救回來 對 我們怎麼能預防呢 尤其你騎車騎到一半就心心梗塞 走到路上心心梗塞 所以平常就要看你的心臟好不好 對 今天做這個主題就是說 你不要忽略心臟這個東西 對 你要去做檢查嘛對不對 其實我們現代人喔 其實熱量都過剩 其實肥胖也是造成心臟問題 一個很大很大的原因 那舉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28歲的男性 那他身高180公分 體重180公斤 但是他冬天的時候是來 被家人拖著打 說你就那麼胖 你就來看看陳醫師嘛 那然後來看我的時候 他反正他的檢查呢 其實很多三高什麼的 認真講因為他年輕 所以一些高血糖糖尿病 並沒有很明顯 然後他說他還可以打那個籃球 跟別人打籃球 所以他覺得他沒事 結果等到我第二次看到這個病人 一個是在12月左右來 第二次他兩個月來的時候呢 我是在急診室被教去看他的 那時候他已經連走到他 家裡隔壁的房間 他都會非常非常穿 其實舉一個比較簡單 前嫌懂的例子就是這樣 我們人喔成年之後 我們的心臟不會隨著 我們越吃越大隻 心臟根的變大 那比如說我們成年之後 我們的心臟是裝在一台 小轎車裡面 那引擎不會有任何改變 心臟就像引擎 你把身體吃成像貨櫃車的時候 他就拖不動了 所以剛剛陳醫師講到的 一個新輸出指數 他那時候到急診的輸出指數 其實只有20而已 正常人要50 所以就變成 你沒看過說要開減肥刀 搞到快開急診刀 搞這種東西 所以只好趕快拖進來 趕快先把他進加護病房 照顧他的心臟 然後想辦法 把他熱量一直降低降低 一個禮拜後 趕快去幫他做這個 減重的這個手術 那隔一個月後 他的新輸出 就回到差不多40 那半年追蹤就回到60 我覺得剛剛講的都是 表面上比如說肥胖 或者說老人家 本來就有一些疾病 或是有症狀 我跟你講我自己 我光是我的朋友 跟我同年的 他就在前年就過世 而且他很老 就36歲 對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 而且他是運動 他比我還壯 然後像我也是很常運動的人 我們那個時候就會覺得說 我們常運動 又在健身 運動員猝死常常聽到好不好 對啊 後來我自己有一次去跑馬拉松 因為我從小 真的是從小運動 大概從五歲長大都在運動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很健康 但因為熬夜嘛 然後就又有人邀請去參加 所謂馬拉松 算了大概十五公里這樣 然後覺得應該沒問題 就是以我的身體健康 結果我那個時候是跑 跑到三公里多的時候 我是有一點 但是不對啊 我體力不可能這麼差 是啊 但我開始 然後有時候我們運動到 一定的程度 那個胸腔會 胸腔會有一點愁痛 一點點微痛 但那一次不是耶 那次我抓 我不是抓胸 我抓的是心臟 我後來才發現說 我到底心臟發生了什麼事情 後來才去檢查 他就說 心臟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但就是說 因為長大之後 有一些生活習慣的改變 所以讓自己其實心臟 根本沒有那麼 像你外在看起來這麼正比 這麼強 所以他醫生就說 叫我不要再逞強 所以我自己就發現說 真的不能怎樣 以前說打球不熱身 直接睡醒 就是可以跑出去 直接去運動這種 真的到這個年紀 就像游泳很多那個 不做暖身 下去就可能死掉 對 不管是抽筋 或是心臟衰竭 我覺得自己真的 那一次真的嚇到 對 暖身要 尤其現在年輕孩子 常常拿著球 到籃球場就去打了 也沒有垃圾 沒有暖身 所以又少年 然後最機會打完之後 來個冰啤酒 其實是非常傷的 就是剛剛就有提到 就是說 一般來講 但我們科都是生病的 來做檢查的 然後現在就是 我們也有比較積極的 就是做 預防性的健康檢查 然後我們是還有做 高階一點的 就是電腦斷層的心臟攝影 還有那個影片拍出來 會彩色讓你看到心臟 那個是給你們漂亮 其實我們主要不是看 對 那我就之前就有遇到一個 就是五十多歲的紳士 然後因為他是高階主管 然後就是挺有錢 賺滿多錢 可是他也是想說 我這個身體也要健康 才能享受這些財富 他就安排健康 就全身的那種高階的健康檢查 結果他其實都沒有任何症狀 可是來看就已經 三條的冠狀動脈 已經有兩條 是狹 就是狹窄 那還滿嚴重的狹窄 那但是因為他都還沒有症狀 我們就說 那你要趕快去找 就是心臟內科的醫師 去做治療 因為預防犯之後 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說狹心症 有些一發作 那可能就無法挽回 所以我們就叫他去做 然後現在就定期追蹤 非常好 他也很開心 就每年都來做 然後我們也有遇到說 就是有一個年輕人 大概二十多歲 然後他每次只要激烈運動 他就覺得 就心臟就不舒服 就會腳痛這樣子 然後他當然想說 我不會那麼年輕 就得了什麼狹心症吧 所以就 後來就去看心臟內科 然後心臟內科就是 一般來他們都會安排那個 就是導管 心導管攝影這樣子 然後去看 血管都沒有狹窄 然後後來就最後 都找不到原因 就安排到我們科做 就是我說了3D的 那因為我們是看縱觀的 那一般來講 冠狀的動作是走在心臟外面 然後他其中有一條 就會走在 所以當運動 肌肉一收縮 就把那個血管 擠壓到 所以他就有不舒服 然後後來就是也是 就經由心臟內科 醫師跟他解釋 可能運動量 可能不用那麼大之類的 然後就做一些 那個生活的一些管理這樣子 對 因為我八九年前做過一次 因為我有一次不舒服到台大 台大就給我喝那種什麼 糖水那些做測試 看有沒有糖尿病或什麼 後來發現說 我是二間半摩托水 所以一般這個是 比較高瘦的人 你還會有 我也有啊 是不是 我不是亂講 我也有啊 所以後來我懷疑說 他整段錯誤了 對 我去做那個3D協議的 才發現也沒有這麼一說 對 因為客家人也最多嘛 二間半摩托水 高瘦摩托水 高瘦摩托水最多嘛 他瘦的女生 對不對 對 沒錯啊 結果我發現 拿受病歷是不是 我是那個 對 有時候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有焦慮症 為什麼突然那個 心臟一剝 對 會塞起來那種感覺 我就想 是 如果肝衰竭 年多 多萬條人命 是以前我們肝病是 果病沒錯 但是應該現在不是了吧 現在是 現在還是果病 是喔 對 現在台灣 那細肝大概還有 對 所以還是在台灣 還是算盛行去 只是說 因為我們民國76年之後 因為有全面接種 那個皮肝疫苗 所以在年輕一代的人 這個肝炎的比例 已經下降了 可能是被 可能是被 大概被那個什麼 或對不對 肺癌超車 因為空物問題嘛 跟大腸癌很多明星的問題 所以大概蓋過去 肝的問題 對 但其實肝癌 還有肝病 一直在台灣 都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我舉幾個例子給大家聽 像104年 死於肝病的總人數 大概是 那大概在當年度死亡的 出人數 大概是 8% 那我們對照一下 糖尿病死掉的人多少 6% 所以其實肝病 造成的死亡 還是很大眾的 那我們剛剛就提到 大概肝病 一般來講 在台灣有7成是鼻肝引起的 大概有2成是吸肝 那這些鼻吸感染患者 他假如都不治療 然後他也不知道自己有肝發炎 那大概每年平均20%的機會 會進入這個叫肝硬化 那假如你一旦進入肝硬化 你每年就平均有5%的機會 你可能會得肝癌的 所以說這個東西 其實在現在的台灣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但是現在像吸肝已經有藥可吃 而且成功率很高 大概95%以上 所以說假如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就是你有這些問題 現在藥物的治療已經很進步 可以先去諮詢我們肝膽科的專科醫師 尋求積極的治療 那我這邊就分享一個說 講這個肝臟很嚴重很嚴重 死這麼多人有沒有很慘痛 而且我之前遇過一個 是在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就是相當的深刻到現在都忘不掉 他就是28歲的男性 他本身就是一個逼肝的患者 那他是很壯 他大概就是剛剛講那種180公分 然後100公斤的 那他平常常年都在大陸工作 那他的工作是業務 所以他就要跟客戶 然後他從來不看醫生 結果後來就是在大陸那邊就覺得 這個最近好像酒量變差 很容易就倒了 然後很累 提不起勁 就去大陸檢查 一檢查發現他 他肝指數很高 就逼肝又緊急發作 那他也想說這個沒什麼 所以他就掉以輕心 他就在大陸的醫院就救醫 結果差不多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過去 後來他就 然後就急性肝衰竭 然後就 就從被大陸做那個SOS專機 然後送回台灣 五包機喔 對 那我那時候為什麼會 接到這個病人 因為我那時候在內科的 加護病房當住院醫師 然後一來這個病人就是 症狀很大 就超多人 什麼副院長 什麼院長 什麼阿里布達人 你就是推他 你確定要用阿里布達鞋 我跟妳講 不好意思 現在離開了沒關係 然後那時候就 一開始還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就知道 這個病人很壯 然後已經肝蚊蜜 就插管了嘛 都送進來 然後急救急救 然後那個我的長官 還跟我交代一大堆事情 然後接下去 大概一兩個禮拜 我就不得安寧 我每天都要接非常多 高層的電話 包含健保署 什麼哪裡的什麼處長 副處長 關心他的病情 對...我每天都一聽到電話 就 處長你好 然後就趕快要報告這樣 很可憐 可是大概治療了 一兩個禮拜以後 他的狀況都沒辦法好轉 而且因為他在插管 後來他還肺炎 他肺炎了以後就變成 是那種呼吸系統 你就只有知道 為什麼他離開那個醫院 對啊 他的病情 什麼事 都很像